海啸来临时如何自救 2018年9月28日 印度尼西亚发生7.4级的地震并引发了海啸 造成了大量的人民伤亡 海啸是一种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 那海啸来临时该如何自救呢 海啸与海底地震有关 感觉强烈地震或长时间的震动时 需要一级离开海岸 快速到高地的安排出避难 海水异常推潮时不要紧于 看热闹并迅速离开海岸 由于海啸风波长非常长 在海啸来临时 海上航行的船只应使向深海 这样反而会更加安全 而一旦落入水中 要尽可能寻找可用于救生的漂浮物 等待救援 海啸是一种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 主要发生在华太平洋地区 日本是海啸平坏的国家 人们虽然无法阻止海啸的发生 但掌握海啸的基本常识和自救方法 就能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国家赌諾 yourselves 到藤岸前 Yes 共和核她考虑 你是不是抓紧 我公共елен under 妹的 都没有 那 说 funny